猴家 猴省闪 我觉得我们拍摄 所介绍的这个早餐 要跟我们平时吃的有一点不一样 要有一个宗旨 吃的东西一定要吃的时候 会猴省闪的 真的 还有就是要多元化 是啊 无论是平价的 还是稍微高价一些些的 都要有 因为有些朋友 就很在意说 除了美食好吃之外 也要那个环境美 要打卡 对不对 对啊 或者是带朋友来的时候 可以拍美美的照片 是啊 要Instagramable的 对 啊 不过呢 会不会打卡是另外一件事情啊 重点是你要 你要会刷卡 哦 刷卡是吧 行 我吃早餐了 Sawadika 也是一种卡 OK吗 等下我就这样子就跟老板讲 好啊 好啊 哇 是不是跟我们一样这样有颜值呢 我的不好意思 这样 因为旁边有客人 我们不尴尬 尴尬是他们啦 对 那 我们这两个呢 看起来好像有点像 但有不一样哦 对 我这个是 双层的这个 抹茶 双色吧 对 我是三色 三色 对 你不要看我 好像都是一样的 也青色哦 我们是不一样的抹茶 对 她说呢 我这个抹茶跟它的抹茶 是不同品种的呀 对 我这个喝起来 会比较嫩滴一点点 我这个呢 会比较奶油一点 你要这样子吸吗 吸不到啊 吸到 吸到 我觉得它的这个 咖啡是有点带酸的 它是有点 微酸 哦 是凉酸的感觉 是 这个好喝 这抹茶又够浓郁 所以整个综合起来 那味道还蛮不错的 这边呢 很出名的就是它的这个 sandwich 对 sandwich 我们先吃看它这个虾的 它们这个虾的呢 就是自己弄 用新鲜的虾去弄的 哇 好大个 真的可以感觉到 很多块虾的感觉 它没有把它弄成 全部碎完的那种虾碎 而是一块一块一块的 对 它不是虾泥 它是虾块 然后呢就加很多虾在一个饼里面 然后进了之后又外脆 内Q 它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脆脆的外衣 然后里面还可以让你吃到 一块一块一块新鲜的虾 好吃这个 然后它参了tata sauce tata sauce 有时候我们吃那种 也是会吃到嘛 就加下去 这好吃 很香 这是没有烤过 所以呢是吃到那个面包的软 然后加上那个虾的脆 还有Q 还有鲜 好吃 来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这个是鸡肉的 鸡肉的 然后还有放Blue Cheese 很惊讶 这个Blue Cheese Blue Cheese是一个很特殊的起司 可是我在想它敢放它去的话 应该就是放的量不会太多 因为太多 因为那个味道太重了吧 对对对 这个的口味上呢 会偏重一点 然后我觉得那个Blue Cheese 跟这个炸鸡的那个味道 那个炸鸡本身的那个香气 在讲那个Blue Cheese的配搭 我觉得还蛮打的 而且你贴近鼻子闻的时候 其实它有一点点小小的呛的感觉 可是就完全可以解掉那个 很腻的感觉 因为你炸鸡这么大一块 还有可能Blue Cheese 对 它可以综合起来 这个烤过的面包就是 可能你咬的时候就会比较香脆一点点 加上你这么厚的鸡肉坏 我觉得就算它这个是没有烤过的豆腐 它是放这个豆腐也是会好吃的 也是OK的 它这个相对地比较起虾的话 这会比较重口味 对对对 刚才我又把这个Sandwich贴近鼻子 就有一种呛鼻的感觉 我在想吃到这个包菜的时候 我以为它是那个腌制的包菜 结果店家就说 其实它是放了很多的芝麻 所以就让整个东西 味道嗅上来是很有刺激感的 OK 我们到我们吃甜品了 这个颜值很高 很漂亮 它们奶油是自己打的 然后就有分香脆的 还有这个无花果 你再来快点吃 等下我怕那个芝麻会融 好 它这个就是蛋糕上面的 新鲜的感觉 可是它更加的清新 它没有那么的稠 它会再稍微的再稀一点点 你不适合拍偶像剧 你适合吗 我已经吃好了 你觉得奶油很香 很好吃 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这种 很牛奶味的东西 你也是很适合啊 你看你 我都觉得这个真的太香了吧 很香 就像 它是面包跟蛋糕的结合 对对对 香香甜甜的 这个一定要趁 就冷一点的时候吃 你看它的奶油呢 就是比较冷冰冰的感觉 那你就会觉得更加的新鲜 你现在有这个无花果 我没有吃过 我看你讲很美光的 不掉 不掉不掉 不掉 它的那个无花果的水分也是很够 香香的 好吃 因为我觉得饭这个无花果的水果 我就选不同的水果是很重要 如果说你选了这个椒椒鱼的话 当然少女行李得要多一点 而且它是比较酸甜的 那这个是轻轻淡淡的甜味 它有这个水果的香味 而且它其实它蛮多汁的这个无花果 对 所以如果说你放久 不能放太久 不然它水果出水的时候就可能影响口感 对对对对 而且讲真的 无花果它的营养成分非常好 最主要的是平时很少会可以找得到 新年轻轻的无花果嘛 趁这个时候 好 最近电影是蛮多网红来打卡的 我们迟了 没关系 不用紧 我们就专门吃好了 不用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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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也在意 不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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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很久没有吃豆子了 你知道豆子是我很爱的一个食物啊 对 而且很久没有 好像早上就去到印度同胞的这些餐厅 去吃早餐了 对 我跟你说这一间很著名的 然后呢 它其实在中午的时候 我不知道几点开始 就会有卖banana leaf 你知道每次很多人的吗 你还会排长龙 可是我跟你讲这一家 它的环境真的是非常干净的整洁 然后中头吸来了 到底我们今天的这一个 要蘸多少个不同的酱料呢 我通常是豆子会吃豆 还有一个咖啡 它铺了这个店给我们的就是说 我们要把一坨坨的放在上面吗 看你自己喜欢 我觉得我们有碟子 我就放在碟啦 这里整个碟子不是一坨 没关系 它参在一起了 OK 它的咖啡的那个香料的味道蛮浓的 而且我吃了一个牛油的香味 会不会是来自这个豆子 我觉得它豆子这个是薄薄一片的嘛 就纯粹是让你吃那种脆感 它完全没有很厚厚的粉给你咬 就一咬就放在嘴巴里面呢 就脆掉 那么重点呢就是 我选的这个是鱼的那个咖啡嘛 就酸酸辣辣 然后又配到太辣的那一种了 然后再配搭一个那么脆口的这个豆子的话 哇 是不是很好吃呢 嗯 这有点像我们吃的那种 白粿 它有点像那种 嗯 那个白粿粿 有一点点油有有有有 有点像那个手感都很像 米糕啊 很像米糕 这种米糕吸汁最好了 这个真的有点像白粿粿 还是没有甜味的白粿粿 口感也一样 然后你放一点那个coconut的那个酱 就会带有一种椰香的味道啦 它这本身是一个很纯朴很补实的美食 你知道吗 然后就是如果你单吃就是淡淡的 没有太多的其他的味道 然后QQ 有点像早上吃馒头吃面包 白面包的这样的感觉 馒头而且还有馒头的那种 那种包的香气 这还有一种米香味啦 其实它是带有米香味而已 不是那种做包的味道 所以如果你想要更有味道淡 就是把这几个酱料叹起来这样子吸 很好吃 好 接下来是什么 瓦大鱼 瓦大鱼 瓦大鱼最好是好像donut 这样小小一个圆圆的 可是里面不是donut啦 其实我最好是有用那个 有叹点黄豆的东西 面粉啊 大葱啊 香料啊 其实味道有点像 我们吃的那个炸虾饼有没有 我们吃的那个炸虾饼有没有 外面那一层吧 因为有放那个青葱啊 很香的这个 我们平常路边买了 咬炸块子的时候 不是有卖一个炸虾饼的吗 我知道我是觉得它外层香 可是它因为里面有很多的粉感 它吃起来就是很贵的感觉 它不是那种很脆的 然后它就是外层很香 像你刚才讲的 有一种炸虾饼的香味 可是 还是有它自己独特的味道 因为它有那种大葱啊 大葱然后刚才说有放一点辣椒 对 它我觉得比我之前吃的路边摊 那种买的好吃非常多 因为它这个很有肉 我不是说它真的有肉 它这里面这个部分 咬起来的那种厚实感比较有 你比较咬的东西 而不是说炸得整个脆脆 然后干生的 对 就外脆内软 真的真的 这样子的感觉 这还不错 就是很香 嗯 这个真的是很有料 OK 接下来 就是它里面的咖哩 那个鲎鱼 是的 其实咖哩 还有泥汁 其实这个锅蒜 没有 treated 很重的咖哩鸡 也没有吃到很油的那种 而且这个瓜都是比较稠的 而且比较咸一些 所以这个配搭这种 而且可以配搭饭也可以 对对对 这样子配搭起来会比较刚好 可是真的很好吃 很香 不切反 可以拿一点 夹多一起吃 这个要配比较厚的那种 才更好吃 都可以 看你自己喜欢 OK 接下来就是吃他们的鸡肉 这个炸鸡 它们的炸鸡不是那种 外层是脆脆的 就是比较干生的样子 原本我刚才光看 不觉得应该不怎么样的吧 这是普通的炸鸡吧 可是我现在 我吃了一碗 我觉得它腌制上的这个 手法上或者腌制上的味道上 很入味耶 我觉得它其实很简单的感觉 就是有一点点咸的味道 然后呢 虽然它的外皮会比较干 可是你会觉得 多嚼几下 那个香味会出来 那个肉香味 还有那个炸的油香味 就外皮炸得很干 然后里面还是有那种 汁汁汁汁的肉汁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 简简单单再配一个 我们熟悉的 这就是完美早餐吗 这个就是完美早餐吗 这个就是完美早餐吗 还不错耶 它有feel了今天 今天这个早餐呢我还蛮爱的 今天这个早餐呢我还蛮爱的 饺子呢对我们华人来说 就是大家都应该不会抗拒的吧 对就是里面满满的馅料 一咬下去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舒服 那个舒服呢一定要选对食材 没错 一呢一定要放虾仁 对 我觉得放大量的虾肉呢 你的那个饺子呢一定会弹到 你牙齿都好像会崩掉的感觉 没有 你知道看我买什么虾 看新不新鲜吗 怎么样要处理 对 那今天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饺子呢 处理方法大家都应该懂吧 我们是没有买到肉 只不过我们会用虾仁 对 用虾肉变成虾仁 虾仁 虾仁 对 然后还有就是玉米 虾仁 虾仁 然后还是玉米 还有就是香菇和萝卜 那个萝卜你要切越丝越好 对 越细越好 这个虾毛我一定很喜欢吃 这个 够新鲜 幸好我们买到这个虾子呢 是够新鲜的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说 哎呀 那个味道会很重哦 好 大概大概可以了 我把它切成碎了我觉得 来 我把它切碎 可以啊 我们这个叫什么 双人合奏 切萝卜 好 好啦 就把我们刚刚搅拌好的这个鲜虾肉 给放进去玉米还有那个香菇萝卜堆里面 哇 这个虾滑啊 双人你知道吗 对啊 就到这样子 再放点调味啦 现在吗 可能放点那个麻油啊 嗯 先搅拌一下 OK 其实放酱油也可以耶 对啊 胡椒粉 胡椒粉 好脱 OK 看你要包怎样的形状呀 或是对半折呀 那这个饺子就已经包好了 那你可以选择蒸啊 选择水煮啊 都可以 都可以 你喜欢啊 我们就拿一 诶 这样子水煮比较快 要熟快点 丢下去 少下去 不用怕它痛 通常煮水饺你会煮多久 通常呢 看到它浮起来就可以 没有啊 因为我们选的是虾肉 所以它会比较快 不像你 如果你是用那种猪肉的话 就要久一点点 哇,你看我们厉害吗? 学不学很厉害的感觉 好像很普通的东西 可是我们都好像很厉害这样 就是 有点多厉害啊 没有,它其实是一样很简单的东西 可是当你端出来,大家也是会 哇,很好耶 它是巨宝袋的感觉 对,如果你要煮有上汤的话 其实也可以,如果你喜欢喝汤的话 来,我们吃 我觉得可能我们放了比较多的玉米啊 所以如果说你喜欢偏甜的饺子的话 你可以放多一点玉米 如果说你喜欢偏咸口味的话 就不要放玉米 其实我觉得还好 也不是说甜到很离谱 它是自然的甜 而且因为如果你放很多玉米的话 它有很多水分 最主要是它咬起来 其实很有口感 对啊,就代替了马蹄嘛 或者是沙梗 然后其实我在想调味 其实我们还可以在下手中一点 对,就放咸一点吧 对 所以如果早上吃就算了啦 对啊,早上就清淡一点啦 最重要是吃得饱嘛,对不对 没错 OK,我们现在搞定了这个 接下来就是 哦,接下来那个更厉害 厉害了哦 甜品的早餐 没有信心,怎么放那个 没关系 Try and error 哇,接下来这个呢有点高难度 因为我们要做类似苹果派的面包 那如果说你有一些豆腐啊 好像这样子啊,就很好了 因为如果说觉得它糖太多 你可以刮走一点点 对,因为我们刚才刮了一些 对,因为它本身就甜了嘛 可是你也是可以放那个面包的 嗯 白面包,你或那种厚板的面包 也可以 上面呢,铺薄薄的苹果片铺满之后呢 再放一点这个 肉桂粉 放肉桂粉 然后呢,就感觉它去烤了之后啊 那个,我的画面啦 应该是蛮漂亮的 所以这苹果的那一方面 一定要切得很薄 薄 我看你了 切苹果也是罵我喊的 薄 还要煮成 要再薄一点 欸,还蛮薄的了 薄薄薄 很薄耶 厉害耶 以后我要切苹果就这样一切 不是,只是切开一半罢了,真的吗 对 开开 OK,我要一起开的 等一下 等它糖水放好了吗 还没有,一起放 用手一点糖 煮软了 要先提醒大家 因为我们刚才呢 就是一开始把那水放太多 所以它很难变成比较浓稠的糖浆 所以呢,我们就倒掉一点水 再加多一点糖 它就变成比较粘稠 有没有 我们以为想要做比较浓稠一点的糖浆 当你烤了之后 不会更加美吗 美美的啊 美美的啊 display 美美的啊 那个方向全部都跟着啊 好啦,我们现在呢 放了这个 cinnamon粉 也就是肉桂粉 之后呢 我们就要把它放进烤炉里面烤 感觉这个哦,可以卖15块半耶 真的 我觉得可以就放那个 peach啊 再加上 cinnamon也是ok的 就你觉得有什么水果 是适合拿去这样子烤的话都可以 那我觉得说放这个已经很好了 对,像我们呢 就放200度 然后呢 烤15分钟 可是你一定要观察 因为它很可能会焦 对啊,因为就放了糖啊 所以呢,要不断观察它有没有焦掉啊 OK, Let's go OK 好了,这个已经烤到很脆了 对,外面感觉可以卖15块9的这个甜点 真的 好脆耶 你看那种焦焦的感觉 下面也太焦了 就要给它看到焦焦 会不会融融的感觉 应该会有点 我觉得蛮像可以卖的甜点 可以的,只要我们拿捏好那个火候 对 底部不要那么焦 可能就是普通的那个面包的话就可以 它就不会这么焦 对,因为它本身就黏着很多糖了 所以它就很容易焦啊 我讲的 所以我们没有错啊 它的糖分是相当高 对 而且我觉得苹果跟那个肉桂粉蛮大的 超大的啊 一般上都是用它们两个一起搭的 对,这样子就变超大了 总的来说还蛮不错啦 是的,所以今天算成功了 对啊,我们给了你很多的想法了 是,好,这样我们欣赏 我们下个星期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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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